糟糕 我好像问了我们过来的传送门在哪了 你们知道位置吗 大姐 你也说了是你过来的传送门啊 我哪知道啊 就是就是 不是 你们俩不是都应该用过吗 乌鸦王的分身还去搞过破坏 啊 这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种种原因 我的分身和我的本体的记忆 只有在近距离接触了以后才能同步 那咋办 可洛克库子应该记得传送门的位置 可他们已经被抓走了啊 要不这样吧 我们就缔造一个传送门 先传到主世界去 到了主世界你应该就能认识路了吧 倒也是 到了主世界以后我就可以感应一下 我放在学院里的标记在哪了 OK OK 那我现在就挖一个坑出来 布林杰 你应该带了水桶的吧 带了带了 但是我没有钻石和花 这个就由我来出吧 我们暮色什么都不多 就是矿物和植物多 那就都准备好了 回主世界吧 奇怪了 库子去找院长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 说好中午十二点之前的呢 该不会是被骑士院长给抓走了吧 也不对啊 院长老头竟然进几了 那骑士老头怎么可能敢逗对他啊 哦 这是院长特别早之前给我留下的紧急通讯道具 这时候怎么想彩了 难不成他们两个都遇到危险了吗 来 先接听看看 小可乐 你可终于回主世界了 再不回来 一切都要完了 啊 什么情况 不是你把我们带回来的吗 什么 你是说我把你们从暮色抓回主世界的吗 是啊 你咋的呀 怎么这么健忘啊 年纪大了 还是要好好保住身体啊 情况紧急 我先把我要问的问了 你们被抓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就 我们在暮色打了个boss 布林姐说是在隔壁的同学和我们对话 然后那个boss就打算自保 然后你就直接把我们从暮色接到主世界去了 这家伙已经可以带着人直接重做卫免了 他又变强了 可乐 要小心你看到的那个坊 那是一个超级强大的怪物冒充的 啊 又来 怎么那么多人想要冒充你啊 梦里说要冒充你 狐阳王又想冒充你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需要你联系到小布林 帮他来皇城里的空洞鸡潭 把我先解救出来 我咋联系他吗 不得用因为去找你失踪了 你这么说的话他已经被抓了 我估计也已经被盯上了 这样 你去这个坐标 哪里有我留下的道具 那些东西应该能让你自保了 行行行 我这就去